在父母不排斥的情況之下 正方的是你要自己顧還是反方 你要來送養老院 先問問看我們評審你們的持方 分別是正還是反呢 新緣老師 我比較贊成送養老 那常德老師 只有欣宜是覺得 你要自己顧老年的規劃 等你們老的時候 你的規劃是什麼 我一直很想就是開酒吧 每天不是我喝醉 就是朋友喝醉 多開心啊對不對 每天喝醉是重點 好 那阿德老師咧 即將在明年會出一本書 叫做快樂養老院 既那這個養老院以快樂為主 然後健康不是重點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做 對啊 你這個酒吧很容易跌倒 摔死的那個狠狠 我覺得快樂在晚年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在老年目前是沒有什麼規劃 知道你們節目問我之後 我終於想了一下 想說好吧 跟老公環遊世界 就是我們還可以走的時候 可以先環遊世界 然後等到真的走不動了之後 我們就住在那個老人公寓 然後可以請個看護 互相推我們出去曬太陽 感覺比較像是願望不太像規劃 怎麼樣才是一個快樂的老年生活呢 做好相關的規劃 然後到年紀大的時候 可以安心退休 我覺得是重點 財富自由對不對 對 自主 不要靠別人 對 那阿德老師呢 我覺得人生要有幾個快樂的配備 第一個 你不能恐懼死亡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能麻煩別人 所以你的經濟要自主 你才可以選擇你要去的地方 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你有餘力還可以照顧一些 其他沒有辦法自我照顧的人 好 正方的第一棒是余祥泉 有兩分鐘的時間好好把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講 其實我從小到大 跟我爸媽相處的時間 就是他們從小到大 因為大家也應該知道 我爸媽非常非常的紅 在我小的時候 我在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 比如說我去上 我去上學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出去了 然後我在家 回家的時候呢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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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不在家 然後基本上能見到面的時間 也只有寒暑假 那 那 我再大了一點 就是我出國的時候 那我基本上 跟他們見到面的時間 其實 是我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現在跟他們現在在 台灣相處這段時間 那 呃 第二點的話 這件事叫Case by Case 我覺得以我的父母來講的話 我父母是藝人 他們 非常的紅 余天亮平 我說把他們兩個人 送到 療養院 是在 還在照顧他們呢 他們進去裡面以後會不會 有人來跑來 他跟他們說 因為都是同年齡的嘛 余天亮平 余天亮平 到哪裡都變成是這種狀況 我覺得反而對他們 會是一種困擾 這是我對他們的了解 然後第三點 以我媽他常在跟我講說 呃 沒關係啦 我不要跟你爸住啦 你就把我送到 療養院 可是 他那個是講講 他只是講講而已 他絕對不會想要 我們把他送到 療養院去 如果真的把他送到療養院去 他還把 所以以我的 小禮菜招就飛過來了 所以以我的 對他們的了解來講 他們還是希望 我們陪在他們身邊 以能自己照顧 然後現在的 長照又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兄弟姐妹輪流照顧他們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好的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祥犬耶 對啦 如果真的是把那個 余天亮大哥他們送去的話 真的是每天都在開 好像簽名會啊 或是歌迷見面會 這樣子好像也是蠻累的 那聽聽看我們這個 接下來我們的返方 我們的徐欣揚 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也是兩分鐘 倒數計時開始 這時候 抛開這種傳統孝順的定義了 很多人都覺得 把父母送到療養院 或是養老院 就是一個不孝順的行為 但我覺得 其實你已經 被這種傳統的孝道 給綁架住了 我覺得把父母送到養老院 才是一個比較貼心的舉動 我有朋友在加拿大 他跟我說 他說他的父母 每天都叫他說 老了以後 一定要把我們送到養老院 為什麼呢 在那邊的養老院 有 游泳池 散溫暖 健身房 圖書室 醫療室 緊急呼叫系統 什麼的都有 應有盡有 還會定時的舉行一些派對 或是一些活動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 生活有什麼不好呢 那每個人都知道 那個長輩老了 都是需要被照顧的嘛 就像 那真的是被誰照顧 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 在養老院裡面有那種專業人員 還有那種24小時都會幫你看護著 那這種東西有什麼不好呢 對不對 余祥犬 不好嗎 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照顧長輩真的需要很多的心力 還有體力 還有你要把全部時間奉獻給他們嘛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每個人年輕人都在忙著賺錢 忙著工作 你哪有時間去照顧他們呢 那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長大以後 我也不會想要麻煩我的子女 就是下班以後還要幫我拔屎拔尿 所以在養老院像你說的 很多同齡的人 那我覺得同齡人在一起 就會有很多的話題 可以一起聊天 下下象棋啊 然後打打太極拳 做做瑜伽 我覺得這都是蠻好的一個生活 那那個有一句話是說 久病床前無孝子 那靜臭遠鄉 這道理我覺得是自古以來都不會變的 那一起居住 那老人照顧起來 那一定會出現很多摩擦 那我覺得這個是得不償失的 反而是會滑不來 所以我覺得 老人其實可以自己選擇去 養老院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正確的選擇 無論是身體健康與否 休閒與樂 我覺得他們都可以 度過一個非常舒適又快樂的晚年 好 謝謝 好啦 聽完那個新楊的講話 我感覺養老院好像是一個這種 室外桃源的感覺 度假村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BONNY了 同樣也是 兩分鐘的時間 好好來掌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剛剛徐姓楊說 同齡的人比較有化療 我跟他同齡 我跟他完全沒有化療 大部分的養老院 不是像徐姓楊講的這個 都有游泳池啊 還有人專門照顧你啊 大家還可以揪團打麻將 根本就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法規上面 養老院其實有細分 這個有醫療需求的老人家 每15個病床要有一個照護人員 那沒有醫療需求的呢 整個機構只要有一個照護人員 輪班就好了 那就是因為這個比例太懸殊了 所以這個機構裡面會設非常嚴格的時間表 比如說早上7點就一定要把你叫起來 推去洗澡 洗完澡穿這個白色白袍 之後去食堂吃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呢 這個爺爺 奶奶 大家頭髮都亂亂的 也沒有洗澡 這個之後呢 就是去吃午餐 然後不然就是睡午覺 不然就是運動運動 這些老人家是在當兵嗎 為什麼要遵從這麼嚴格的規定呢 而且因為他年紀大了 還沒有辦法跟年輕的人反抗 我可能是一個活了80多歲 90歲的老人家 那我可能還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我想要8點在洗澡不可以嗎 還真的不可以 在這裡就一定要7點洗澡 我不想要穿跟大家一樣的白色白袍 我要穿我最漂亮的衣服 我想要燙一頭美美的捲髮 擦口紅 噴香水 我想要優雅的老去 而這些事情在這邊都不可以 我覺得生命的美是在於 我們知道大家的結局 都會是一樣的 可是大家還是非常努力的在過生活啊 我們有感情 有情緒 那不管再怎麼樣熱愛生命的老人家 你日復一日都讓他過這麼無聊的生活 follow這麼嚴格的時間表 他的生命力一定會被消耗殆盡的 因此我覺得這一題 要不要送養老院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委婉的在問說 你要不要讓你的爸爸媽媽 有尊嚴 然後很優雅的老去 而我們這一邊覺得絕對要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Bunny 要讓這個家人來優雅的老去喔 接下來呢來歡迎到我們這個反方囉 就是我們的這個超明哥郎 同樣也是有兩分鐘的時間啊 好好來進行攻擊囉 倒數計時開始 Bunny很可惜 所說的大概都是看的文字資料來講 敘述這些的內容 我爸爸失智了二十二年 我有實際照顧的經驗 很多的情況跟你們所想像是 決然不一樣的 我講幾個在過程當中 會發生狀況給大家聽一聽 失智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他會常常想 有一天呢聽到腳步聲 我門打開 爸 你要幹嘛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出來走一走 我門一關人就出去了 一出去之後 對於照顧者來說 你知道那有多著急嗎 才剛剛在家裡面大完便 清完屁股 一出門又拉在褲子上面 這個狀況請問一下 如果一再的發生 你們有沒有辦法維持一致的耐性 去處理這個狀況 昨天睡的是晚上 今天睡的是白天 明天又睡晚上 你晚上沒有辦法休息 因為你怕他出事情 但是你還要上班 你的精神不济 你的體力透支 在過去呢 他可能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 但是有一天突然180度大轉變 他可能會破腹罵街 他可能對你罵三字經 因為他不認得你是誰 而且他可能還一度以為自己是夜問 他拳腳翔翔 你不能怪他 因為那是病 造成他行為的改變 他也控制不了 沒有辦法 中風之後呢 因為我們沒有受過專業的照護訓練 我們還是得要協助他們要做復健 要走路 萬一不小心跌倒了怎麼辦 受傷了 鼻尾管萬一跑位了 你以為隨便推回去就好了嗎 不 你可能造成他的胃臂黏膜受傷 你必須叫救護車來回醫院 有太多這個狀況 不好意思 各位 跟你們正方所想的 想像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的是一個有 有一個美好的環境 所以安養中心是值得考慮的 謝謝我們的昌明哥 用這個自身的例子來告訴大家 然後呢 接下來換到我們的正方了 是我們的檢東城有三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昌明哥剛剛講的沒有錯 病造成他行為的改變 所以那是什麼 那是病 這場題目如果要我們討論的是 在父母不排斥的情況之下 他生病了 要去醫院治療還是自己醫 沒有什麼好辯論的 因為當然是去醫院 同樣的在我國關於養老院 這這麼模糊的字詞當中 其實它有很明確的分類 在老人福利機構設計標準裡面 有講了第二條的第三項 他就是所謂的安養機構 什麼是安養機構呢 他不是像昌明哥說的那種 失智的啦 插管的啦 身體需要藏在病床上面的老人 他是指說 擁有生活治理能力 但是偶爾需要別人協助的老人們 或是子女沒有時間照顧的老人們 這些人要住在哪裡 住在安養院 花錢讓他們住在莊園裡面 漂亮的草坪裡面 可以跳舞下象棋的那種養老院 至於另外一種養老院 是對方今天可能隱隱約約想講的那一種 插管的我們不專業啦 復健的我們不專業啦 失智的我們不專業啦 所以送過去那個不叫做養老院 那叫做長期照護中心 所以那不在今天題目討論的範圍 如果今天題目討論的範圍 是指說我們要糾結的是 養老院這一個院體 這一個園區本身到底 應不應該讓年輕人 作為一種選擇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也是這場題目 大家前面沒有聊到的 父母不排斥的前提之下 那這個父母不排斥 隱含了什麼樣的意思呢 其實不代表父母想要 這個題目裡面 其實我們應該更多的去探討 父母的心情應該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不排斥這三個字 去表示這個前提呢 因為對父母而言 就像前面主持人聊到的啊 我不想要造成子女的困擾 雖然我可以生活自理 但是你們也許會被我念一下 也許我看到你們的生活習慣 我會要求一下 也許我會想要幫你們帶一下小孩 也許我要買東西的時候 就要你們陪我去 這種父母造成小孩的不麻煩 值不值得構成我們送去養老院的理由 對我們而言啦 現代的人 他們前面剛剛說了 現代的人開始在工作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你想像一下你小的時候 你還在嬰兒時期的時候 你的父母難道沒有工作要做嗎 你的父母難道沒有自己的人生 可以創造自己想要生活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嗎 當然有 所以人都是互相的 小的時候他們犧牲了 自己的青春年華 幫你拔屎把尿 把你帶到大 在他們老了的時候 只是需要陪伴跟照顧而已 為什麼我們不願意 多花一點時間給他 對 因為我們要工作 因為我們很忙 所以養老院的這個經營者就會告訴你 我們的莊園很漂亮 活動很精采 降低你在你心裡面的罪惡感 讓你願意把錢交給我 我來幫你照顧你的父母 但那不會是父母的 好 謝謝我們的東辰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換到我們這邊的康妮 我們也是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囉 倒數計時 開始 我外公在晚年因為癌症結肢 然後身體狀況不好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是在醫院裡面度過的 那我家也是非常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信仰很虔誠 所以我在我外公腳結肢的時候 躺在床上 我在牆壁上貼一張 然後我外公兩年前過世了以後 我外婆失智症就急速的惡化 從一開始還可以跟我們對話 然後到現在連自己的生日都不記得 所以我在牆上貼了 我上禮拜才就有孤婆的葬禮 我孤婆有schizophania 聽不懂的話中文叫 也就是精神分裂症 整個基督教家庭 就她跟上帝最近 因為她一個人就一位 她每次就會對著牆壁自說自話 沒有看過的話 剛剛畫中間很多辨識都在這樣搞 她的生命前期被關在家裡 也不能出去 因為那個年代對於心理計畫 是沒有概念的 那到中老年稍微有認之後 才把她送到安養院去 她才得到最適合她的照顧 我自己有心理醫學相關的背景 那在老年人的照顧康護上面 相對來說是得心應手的 我是沒有想到 我第一次把手伸進 男人的屁言裡面 是對我阿公啦 或是半夜起來跟阿公講說 半夜跟阿公講說 欸阿公起來吃安眠藥囉 我相信專業的存在 我可以幫老人拔石把尿 做得很專業 專業的定義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2018年老人 人口佔比是14.5% 那高齡化跟少子化加起來的話 這個比例只會持續攀升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做的就是什麼 交給專業可以更有效率的 運行事情 那通常年輕人要忙學業 要忙事業 只有我們這種鹹到發黃的喜劇演員 才有空整天陪老人啦 年紀他不方便 骨質出狀的時候 你需要攀扶他推輪椅 阿茲海莫正會忘記自己是誰 要跟著他 不然的話就跑出去了 不然就像我喝醉的時候一樣 起來說 對 那現代的概念 我們不用買機車我們有WIMO 我們不用買腳踏車我們有U-Bike 這個概念 反正人家也不會用很久嘛 那就有輔具有醫療床 這些都是五六位處在跑的 加上專業康護 這些是可以在共享的前提下面 甚至再配合生前契約嘛 一條龍好不好 那外公葬禮的時候 牧師跑來我們家的時候 阿嬤還跟我講說 牧師來了 叫阿公出來打招呼 上禮拜外婆甚至她已經只會笑 連講話都沒辦法講 日本有一個故事是 他們在鯉魚跟鰻魚的 鰻魚的運送過程當中 所以呢 就很容易死亡率會提高 他們在裡面丟兩條鰻魚的天敵鯉魚 那鰻魚急著在跑鯉魚的時候 他們就會活下來了 那我們家因為鯉魚死掉了 所以鰻魚就倒了 對 那就我所學 人類進行社會化的這個過程的時候 能夠增進身體跟心理健康的復健 所以我支持送養老院 謝謝 好 謝謝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自己的阿公阿嬤 講成是鯉魚跟鰻魚 那我們先問問看 天敵 對 彼此是彼此的天敵 那我們先來問問看我們的評審 在你們就是聽完了這個 第一階段的聖論之後 你們的持方有沒有因此改變呢 思維老師 我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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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而是阿德老師 你已經整個變到正方去了 為什麼呢 譬如苍綿你舉的那些例子 其實是跟長照比較有關係的 跟我們今天的養老院 其實有一點離題 像余湘瑞 是 你根本就是家裡就是從小到大 就在幫你訓練 開一個養老院 蛤 因為 你知道你們家人是不會分開的 那如果你們是一個自給自主 人口又多 然後又可以把這個照顧做得非常好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範本 對不對 可是你這方面沒有好好發揮 我覺得今天雙方有這些問題 那是因為老師怎麼會變成中立了呢 我覺得辯論比賽跟演講比賽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你必須活在場上 今天正方在聲論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明顯的區隔 就是我們討論的對象 不是只有生有重病的老人家們 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回應 幾乎於零 然後專注於原本想要 對這些人的情感訴求 對 然後對於我們心裡的疑惑 沒有任何的回應 對 我覺得這是我最主要翻盤的原因 那心裡呢 如果說家裡長輩真的是需要 有一點這種有醫學背景的人照顧的話 當然駐養老院的話 他們是可以第一時間 你知道發現這情形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中立再看看